包括欧洲全世界各国都推了一个树棍方案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尤其是美国大量的货塞进到美国 40%的LA跟LB西岸的港口 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货量一直往上冲 这是货量带出来的 码头应接不暇 重点就是在这里 有109艘船在那边等 那么109艘船的意思就 全世界货柜船将近两个person的船 搭搁在那里 这个就造成了什么 造成攻击小于需求 这个经济学的定力大家都知道 从2020年一直到 这一个几乎都是两倍的运费在增加 那么也就是因为增加了 所以各位看到了 那么去年船公司大赚 因为运价大升 那么待会我会报告 去年根据Jewelry的报告 破纪录 有史以来赚了1900亿美金 那么2020年就已经赚得不错了 250亿也是破纪录 但是2021年涨到赚了1900亿 那么很多朋友都在关心 那今年会不会破1900亿 那个马斯克纳的CEO 那么他提了这个事情 所以我才要讲 今年的重点就是 因为去年的钱花得差不多了 这五兆也花得差不多了 再加上今年通货膨胀 造成的购买力大为减少 那么在这个表上各位可以看到 今年的1月到4月 美国线来讲 它只多了3.1% 由远东到美国只增加3.1% 去年是增加21% 欧洲从1月到4月减少2.8% 欧洲线不增加反而减少 那么这个就是要告诉各位 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 购买力整个都衰退 所以今年上半年有这个问题发生 那么也就是因为 美国西岸欧洲 因为这个货量的进口的货量 跟去年比大会减少 所以马上直接跑出来的一个问题 尤其是美国西岸的码头 那就大量的缓解 我刚跟各位报告 这109艘船是在最高峰 到今年的6月24号 只剩下16艘船 在150里那个地方等 那这个代表什么东西 代表货已经大量的 不是减少 就增加的幅度在减少 但是 但是这个不是自然现象 山有多高谷有多深 也就是说航运业出现 历史上从来没有看过的奔驰 这样的一个荣景 要特别请教谢董 就是说 在过去这段时间 整个后柜航商 大家也在赶造新船 这个现在新船增加的速度 跟市场的需求 现在如果需求这一端慢下来 新造的船都出来了 这个对价格的杀伤力 到底有多大 我们现在讲这个需求 这个美国的NIF 是美国的这个国家 零售商那个联盟 他就在讲 今年的第一 前半年是增加5.4% 去年总共增加17% 今年只增加5.4% 下半年呢 是零成长 假如他统计是对的 从这个7月到12月 他现在预估到11月而已 他是零成长 那么尤其是从8月份 你刚刚提到的 SonoScore 他说8月是拐点 可能他 那个Mr.SonoScore 跟我看的同样的一个报表 8月份美国最大的 这个NIF已经预估 是开始在下了 对 那这个开始在下的话 下到什么时候 我个人认为会下到明年 没有错 也就这个需求 会继续的下降 那下降的同时间 您刚刚提到了 是不是船因为太多了 那么船太多 我要跟各位报告一下 这个就是 看起来是 蛮触目惊心的